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中成 我今天跟各位继续聊 儿童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因为所有心理学家人格的成长 人格的塑造是从儿童开始的 其实有很多习惯都是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成年人 要他上台讲一个话 他就浑身发抖 甚至于瞠目结舌 我觉得就很多人会觉得奇怪 平常讲话 平常跟人家对话的时候都没问题 可是为什么一到一个正式场的时候 他就没办法讲了 很多人都这样 还有人上台之前还要先运气 先深呼吸再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如果说你虽千万人无枉 如果没有这样的修炼的话 真的是很难做一个领导者 甚至于做一个能够抒发己见的人 这就很糟糕 那如何要能够做这样 这就是自信 坊间这种要讲建立自信的那种书 真的是汗流冲动的 可能在《立志书》里面 大概他占了第一名 百分之大概九十都是在如何建立自信 如何怎么样 我自己讲这个心理学 像弗洛伊德就常常要举例 他举的例子 也除了一些病例之外 他从来会拿自己做举例 我今天就拿我自己来做举例好了 自信要怎么建立 还有一个就是修自信的相对于就是所谓的修确 修确是凡事都不敢 不敢为天下先 不敢发表意见 就像我们以前中学的时候学英文 那个老师要你造句的时候 王大头 王大头头缩起来 恨不得钻在地底下去 因为大家都很害怕 好像万一我造错了会怎么样 这种挫折其实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你错了就来学校干什么 来学校就是学东西 学你不会的啊 你会了你来干什么呢 对不对 那你会了你表演什么东西呢 那就是就是要磨练自己啊 所有的训练都是一样 那我我就觉得说很多父母 我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很好笑 就像我们在 我在小学不知道大三年级还几年级的时候吧 那时候冬天上学的时候 我父亲早上很早起来的时候 他会他会帮我穿的整整齐齐啊 然后还那个还给我打一个领带 粉红色的领带 那个领带是好像是美元送的还是怎样 我忘了 反正当时给我给我打的像一个小绅士一样 其他同学去上学 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那时候台湾是清平时代 我们家也是清平 可是我父亲就在早上特别给我 冬天的时候 特别给我穿的好 穿的很软活 然后毛背心 毛线背心 然后里面打一个 最重要是打那个领带 那他给我弄的很兴奋 然后他还用那个凡士林 涂抹我的脸 因为天气冷嘛 脸上会有那个 会动到 他给我涂抹了这些东西之后 因为我很乖 我爸在给我化妆的时候 不是化妆 就是在这边做这些动作的时候 我都乖乖的在那边做 他希望说我能够到学校去之后 把别的同学比下去了 我的孩子特别会受到老师的青睐 可是我自己是一个毫无自信又害羞的人 我要在台上 平常唱游课我要在台上讲个故事 我都讲不出话来 然后脸都会发红 最重要的是 我一紧张的时候耳朵会发红 整个耳朵 两个耳朵就通红 这个习惯一直到我小学毕业 才逐渐 从初中开始才逐渐的变化了 那原因是因为我初中的时候 我初一的时候 那个国文老师叫王振子先生 海星中学的 我直接讲名字 他是我的恩师 他曾经当场就 讲过说我 我吴忠诚的翻译那个文言文 没有按照书本上的 但是翻译的非常好 表示他真的懂了那个文言文的意思 他当面在同学面前这样讲 但同学可能不会记得 因为他不是他的光荣史 是我的 那我经过他这样鼓励之后 我以后读古文还有翻译或者是写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就放大了更大的胆量 有的时候我别出心裁 那这个是在建立信心的之前 我小学的时候是非常没有自信的 因为我早读了几个月嘛 我是十月出生的 所以我应该是隔年再入小学 可是我因为早读的关系 所以有点跟不上 非常挫折 然后这个我父亲希望能够经由我的外表 给我打气 给我让我有自信 他觉得这小孩很聪明嘛 我小孩的头很大 那但是我自己没有自信 就像那老师叫你说 叫吴忠然你起来 念一段什么东西 我都会紧张的要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那么紧张 是因为当你心里没底的时候 你就没有自信 当你心里有底的时候 就像我现在讲话 啪啦啪啦讲话 非常非常流畅一样 但是我以前不是这样 小学的时候不是这样 那我爸给我打扮的 像一个小绅士一样 打个领带 那个时候想哪个小孩子会打领带 然后他希望我到学校里面 希望老师能够对我特别的 特别的这个照顾 因为与众不同嘛 这小孩 可是我自己没有自信 我从家里面出来到 走到 再走路到上学 上明德国小 在路上 我一面走 一面把领带脱掉 把那个 把那脸上那个 凡士林给他 把它 能够抹掉的 就抹掉 把所有我爸 给我弄的那个 漂漂亮亮的 那些装备 通通给他 都把它除掉 然后就弄得跟别的同学是一样的 那那个时候 因为我不希望太特殊化 然后走在 走到学校去让人家误意 因为小孩子就是要野嘛 一下的课就要跑出去打躲避球 要干什么的 那同样的情形 在我们那个时代 比如说在 以前有海军运动会 我们是明德国小 是海军的 海军办的 那那个运动会前面就有一个大会舞 我们学校就包揽那个大会舞 大会舞是要跳什么呢 九层的那个学校都跳3D舞 反正就是那个3D舞嘛 跳3D舞 那跳3D舞没男生的事情 都是女生啊 那个老师在 老师在那个 跳舞的前一天 特别跟女同学交代说 回家跟你妈讲 不要跟你画的像那个小丑一样 因为他们会浓妆厌抹 就像那个唱戏的一样 或者是演画剧的那个样 浓妆厌抹 跟你妈讲千万不要这样子 因为我们要你们就是原知原样 家长已经帮她做了那个3D服装了嘛 那个是阿美族的 红色的那种 车了鞭啊干什么 因为每一家的小孩都是宝嘛 虽然在清平的年代 那个母亲还是希望 把女儿打扮的花枝招展的 尤其这个一年 大概这一年跳完以后 下一年她就长大了 别人 就换别的 换下一个年级的人 来跳了 那她可能就这一次机会 那时候连相机都没有啊 那时候连相机都没有 所以也就是在旁边 鼓鼓掌啊 看看然后那个这个 让家长非常高兴 啊小孩子 有机会表演 表演3D舞 是大会舞 一大堆人在那边跳 结果第二天早上在运动会的时候 跳大会舞的时候啊 班上差不多有九成的女生呢 画的跟那个 哈哈 跟那个那个那个唱戏的一样啊 画她那个油彩啊什么啊 眼睛里涂了那个涂的那个 涂的那个 涂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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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非常热闹 老师明明已经交代了 叫各位回家跟跟家里的妈妈讲 不要化妆 结果还是九成的女生被她妈妈化妆了 为什么 那旺子成了旺女成凤嘛 这是父母 以前的父母的心心态是这样 那我我自己啊 30岁才结婚 所以我我对我的孩子啊 完全不这样子 我认为你要让一个孩子有自信 不是从外面去交 不是外溯 而是要从内 自发性的要从里面往外 当她有自信的时候 自信怎么培养呢 不是不是靠化妆 化妆没有用的 如果你的孩子很会运动 你就找出她的专长 她的长项 叫她往那边去发展 从那个发展里面去找到自信 就像这上面 这些活动就是让你找 寻找你的属性 然后你有了一任何一项之后 你有这上面任何一项之后 你心里有底之后 你不会想说 你会找你的弱项来表演吧 你一定是找你的长项 你会想说 我有长处 别人没有的 就哪怕是一丁点什么的 不一样 都是你的长项 有了那个时候 才能发展你的自信 绝对不是说像我爸给我打个领带 当然他的心态是很好 那同样的我的孩子 现在学校有规定 我觉得是非常之好的规定 大陆也是这样子的 就是学童 不管是从小学初中到高中 现在没有什么制服 什么西装那些 有的高中有了 那初中以下都没有什么西装的那种制服了 他们每天到上学的时候 男生女生穿同样的运动服 夏天穿短裤 女生也是穿短裤 他不要因为用什么 用裙子来驱一个男生女生 他不需要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个女生 男生女生 他每一个年级穿的颜色都一样 我记得我小孩在读小学的时候 放学我去接他们 我怕他们那个 因为要放学之后不要乱跑 我会齐摩车带他们回家 我就到学校一看 哇 我小孩在哪里啊 全部穿的一样的衣服 而且小孩子 小学放学的时候 那个小孩子喧闹 你根本找不到你的小孩 因为他没有什么出众的样子 因为全部都是uniform 都是军衣的 都是一样穿制服 运动服 同样的年级就同样的颜色 不同年级不同颜色 你就找不到你的小孩 我的小孩早就找到我了 他从那个路队里面 从后面跑过来 跳到我背后 因为我很强壮吧 跳到我背后 如果一般瘦肉的家长 可能就铺接了 那我可以承受他们那个重量 他们从后面跑出来 我一回来一看 怎么搞的 刚才他从我前面经过 我居然重力寻他千百度 找不到他 因为都一样 小孩都一样 可是他 他有充分的自信 现在 我在耳里这一辈的人 他们在学习的时候 他没有任何的害怕的感觉 老师叫他讲什么 他不会就是不会 他没有说牛牛年龄 像我以前那样 耳朵都红了 下的红了 要上台讲个故事 都有困难 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发现到这就是 时代的不一样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 现在孩子的数量少了 父母对孩子 关注度比以前要多 像以我们家来讲 五个小孩 不算多也不算少 六七个的很多 八个的也有 那像我们现在顶多两个 不会再有三个 那 因为你无法照顾嘛 那两个 你跟他有充分的互动之后 你在生活里面 这个 以身作折之后 然后你带着他 做很多东西之后 他就充满了自信嘛 这个自信是从 是从自发的 如果你会 会其中任何一项 你就有自信了 自信就来自这个 那其实我在想 像我在十六七岁的时候 就教了很多人 那个 一些高难度的 这个武术动作 那因为我很容易学会 可是 他们学不会 他们可能 比如说我们讲 跳后旋梯好了 举例 跆拳道 练跆拳道的人都知道 跳后旋梯 很多人就摔得满 头余脑 然后摔得满地找牙 那可是我 我一下子做起来了 那 我会了以后 我要教对方的时候 怎么教呢 因为他 天资不足嘛 平衡感不够嘛 有很多条件不够 你就要把那个动作分开来 你先做这个 这个会了以后 然后我们再来加另外一个 然后最后 最后组合起来就是 就是这个动作 就是跳后旋梯 他前面还有前置动作 所谓的前行法 有好几种 那是我发明的 我把他这个动作分解成这样 分解成这样 最后组合起来 就是这个动作 而如果你很厉害的人 可能两三次 摔个两三次你就会了 那这个是比较厉害的 比较少的人 那我在教人的过程中 教学相长长的是什么 长的是自己的自信 我就知道 哎呀我会的 原来别人有这么困难 不是那么简单的 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样子 一下子可以会的 那你经过这样的经验之后 你见多了 比如说我们讲说 侧踢好了 侧踢要扣脚刀 有些人脚趾就是没办法翘起来 他必须要弯下去 这些怪的动作 你自己做的时候很自然就做了 因为你没有问题 就像劈腿下腰 在我来讲很容易 可是很多人全身发抖 流冷汗 他都没办法做 那就是因为 他跟你的属性 跟那个体质是不一样的 那你如何把他教会 那才是一个技术 那这些技术就建立了我的自信 因为你必须在人前教他 还要板他的动作 要去做这些东西 经过这样子的互动之后 你发现到原来 你优于他很多很多 那这个自信就自然就产生了 而不能靠化妆 就像我一样 就像我姐姐常常讲说 你为什么不穿个 阿玛尼的西装呢 打个领带 你不是更有一点 更有权威性吗 我说我不靠那个东西 我靠的就是靠 你看这个内容吧 这个 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 儿童心理学 如何让孩子 去除他的羞怯 然后建立自信 如何建立自信 就是要从 要从内 从内 从里面开始 从自发的 而不能外溯 外溯没有用 永远没有用 所以坊间那些 立志的书里面 要讲建立自信的书 我刚才有讲过 90%都是讲这种 这种建立自信的书 在我看来 都嗤之以鼻 为什么 你以其要去 去找你的自信 你不如从 这上面随便找一项 跟 不管是体育 武术 艺术 那个冒险活动 随便找一项 你学会了 或者是你觉得 你有这个属性 你从这里面 你就会建立自信 因为 这是别人不会的 就是你的长项 所以我常在讲说 吴忠诚冒险 学校在讲什么东西 我说 什么武术什么 你都不用 飞行也不用 风浪板 划船潜水什么 你都不用 你就找一项 哪怕是上台 玩个什么东西 或讲个话 都让你突破了 就像我小学的时候 一上台 就瞠目结舌 耳朵都急得发红了 那个感觉 我现在已经 逐渐淡忘了 但是 有时候回想起来 有时候看着 别的小孩 受囧的那种 那种样子 我就 我觉得很好笑 玩耳一笑 因为 我也是那样子 过来的人 以上 我真的能跟各位分享 儿童心理学里面 如何让孩子 建立自信 去除羞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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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